11月23日至24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发布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其中,首次设立的科技抗疫专项和全球神经元规模最大的内脑计算机备受关注。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自2016年首次发布以来,每年都会评选出国内外有代表性的领先科技成果。 首次设立的科技抗疫专项由五个项目共同组成,包括腾讯会议、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预警系统等。 作为科技抗疫专项成果代表,腾讯会议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疫情期间,腾讯会议在助力复工复产和产业恢复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在疫情期间,帮助我们全力扩容了超过10万台云主机,投入了100万核计算资源,帮助腾讯会议第一时间开放了300人的会议能力。 这一切能力,尽我们所能,帮助大家保持工作和教学的正常运转,让各行各业打破地域的限制,实现无边界的高效协同沟通。 除了科技抗疫专项外,一级神经元神经拟态类脑计算机也被评为领先科技成果。 据介绍,这台计算机包含792颗达尔文二代类脑芯片,支持1.2亿脉冲神经元,近千亿神经突出。 神经元数量规模相当于小鼠大脑。 基于这台计算机呢,我们也实现了像机器感知协同,海马体学习融合,以及我们嗅觉感知识别这方面的多方面的任务应用。 初步展现了在人工智能任务以及大脑模拟方面的可行性。 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是希望能够为下一代的计算提供一个参考的样本,为我们脑启发的人工智能及我们这个大脑的模拟提供一个计算的平台。 据介绍,2020年8月以来,组委会共收到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申报的300多项各类领先科技成果, 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经专家推荐委员会最终推荐, 15项有代表性领先科技成果登上舞台向全球发布。